喵 嗨 大家好 今天这期视频中呢 主要给大家带来这个大眼娃娃妆 视频里面呢还有一些可以教你如何放大双眼的一些小技巧 好啦 假如你对这个妆容感兴趣的话 就接着跟王王侠谈吧 嗨 我的视频啊 我又爆痘了 爆了撒痘 这几个部位都好像这半年来就没怎么消停过 然后我今天打算画一个萌萌的妆容 我知道我前一阵子也画了一个很萌的妆容 但是这次的妆容呢会比那个更可爱 就是眼睛会更大了 就是很偏萝莉的感觉 为什么会想画呢 主要是因为我在淘宝上看到这个超级可爱的一个熊的一个 它是耳杖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觉得好可爱啊 我就想要画一个很无辜的那种妆容搭配起来看一下 还是一样打造冬天的光泽感底妆 妆前一定要喷个保湿喷雾 然后底妆呢打算用的是这两个混合在一起 挤出适量的粉底液 它这款妆容呢主要是一种珠光提亮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把它混在底妆可能 效果会更好一点 几点点 我突然想起来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这个大烂脸居然忘记遮瑕了 算了吧还是这个 好莱坞的秘密五色遮瑕盘 来之后我的痘印以及一圈一圈一圈呢 我还是会混合这个和这个颜色 这是我们泪沟的位置 用手指轻轻的 然后现在呢为了保留它一个遮瑕 高的一个遮瑕力呢 我会拿这种蓬松的一个逆染刷 轻轻的沾取一点点的粉底 轻轻的再眼下盖一下 这样它遮瑕力会保持得更持久更完整 包括痘印也是 因为痘印这种是最难遮的嘛 所以用这个方法还挺好用的 遮痘印的话就直接用这个黄色来遮了 鼻翼的部分也稍微的盖一下 因为鼻翼这个半红其实很好遮的 拿着我们蓬松小刷子 沾取一点点这个粉底 粉底用的是Essence的这一块 我觉得它比较适合用化妆刷 不适合用粉泡 因为粉泡容易妆感很厚 来着我们的痘印部分 女人的脸就是一张画面 今天底妆要打算先用这个化妆刷 我前面把那个中情乳和粉底液把它混合在一块 然后把它刷在脸上 它混合在一起感觉好轻薄 你再有一个真实的美妆干 沾点手上的剩余的粉底液 轻轻地按压 我这几次用的那个上妆 就自己在家 上妆基本上就这样上了 让它出来一个妆效我自己很喜欢 这个呢就是半边脸的一个妆效 就是它的妆效非常非常地自然 让它的颜色就是跟我的自身的肤色贴合得很好 你顺带一下我们的脖子 下来就是全脸定妆 用的还是这个Essence的一个粉饼 怎么突然打开了呢 给妆完成之后我们就来画眉毛 今天这个眉毛呢 肯定要画得稍微柔和一点 所以颜色呢 我准备用的是一个浅喀色 我最近用了 我觉得它挺好用的 跟那个 叫什么来呀 我用的叫什么呢 卡齐有两个都差不多吧 然后今天一个眉型呢 我打算画的就是有点 其实我的眉毛大家能看出来吗 它其实走向是往下的 然后今天呢就顺着我的眉型往下画一点点 就打到那种楚楚可怜的感觉 就不一定非要说一定要画往下画 你可以画平美也可以 就是不要太挑 然后呢再用Kiss Me这个染眉膏来弱化一下我的眉色 它染眉膏还是先逆刷然后再顺一刷 OK 现在看我的眉毛就热化掉了 鼻影修容呢用的它是Mac的这个Omega 修容呢就顺带了就好了 今天应该是一个宽眼娃娃妆 因为我就是宽眼剧本人 这个宽眼剧没什么不好的 亲和力很强是不是 其实这个卷骨修容呢 还是贝林菲的这个胡拉修容分 其实今天呢一个特颖修容不用打太重 哎呦 前脚手不要太重 结果大重了 没关系 看我疯狂的晕染它 然后直接用这个鱼粉 扫一下我们的下五角 然后呢就是眼妆部分 像眼妆部分 用的就是这个Cinema Secrets的五色眼影盘 其实这个我在一年前之前我就有了 但是我一直没有拿出来用 为什么呢因为我之前觉得都是珠光 觉得不太好操作 然后一直没用 但其实还好了 因为我那时候记得还发过一个图文 就是它的一个试色嘛 但是我还是要给你们看一下它的 粉质色多么的厉害 就是这个延展性以及顺滑度 它里面其实还要带一点轻微的细闪 颜色超级好看 首先那我们用借个法 借个 用手指沾取这个颜色 香槟色吧 来来 铺在我们的眼皮上面 然后那我们再来一把干净的晕染刷 让它将我们的边缘 晕染得干净一点 然后呢我们再用手指来占取红色的 挺挺的手指也好干净的 涂在范围更小的地方 这个手指来晕染 然后我们再来把这种比较扁的铺色刷 来占取这个红色来画我们的下眼影 因为感觉我的手指比较粗 所以还是用眼影刷来画会比较好 那我们再用手指干净的 来占取这个最深的颜色 轻轻地沾一点 我在我们眼皮的后半段 因为没有白色眼影嘛 我们直接用粉饼来代替 用眼影刷来占取一点 接着呢我会用这个棕色的眼线皮来画卧餐 笑起来 OK先定一点差不多的位置 然后再用LA girl的这块珠光眼影我来画卧餐 其实画到现在整体改变眼型呢 其实是眼线 眼影呢它只是一个辅助作用 真的眼线是个很神奇的东西 它可以改变你整个眼睛的形状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画眼线 用的还是Canmake这个棕色眼胶柄 注意的就是我们的眼尾这部分往下拉 然后呢在我们眼球的正上方 加宽一下我们的眼线 让我们眼睛看起来更圆 眼妆放到这呢 还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 双眼皮贴 把我们双眼皮放宽 放宽 放宽 美瞳带上灵魂就来了 接着就是睫毛 接着就是睫毛 接着呢就是戴假睫毛 我打算用的是这一对 它是比较偏自然款的 这次睫毛呢 我其实是把它往后贴 大家可以看到我前面是没有的 然后是把它往下拉了一点 就让我们整体眼睛是有点 哎 往下的感觉 然后我们再拿这种黑色的眼线液笔 把我们前面补一下 我们眼头做一个提炼 是用了整个拉哥这块高光 接着呢我们来总结一下 画大眼睛的一个技巧 首先在眼影上面呢 其实眼影颜色化 也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来改变 但是重点呢就在于 我们下眼影的这一块 就是记住一定要画的范围 稍微大一点点 这样让我们的下垂眼的感觉 会更更强烈 对 第二点最重要就是眼线一定要 就是在我们眼线的中间 可以加深一下 就可以让我们的眼睛看更圆 接着第二点呢就是在我们的眼尾 这部分一定要往下拉 还是打算那种下垂眼 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卧蚕 非常重要 卧蚕 第四点呢就是我们的双眼皮贴 贴宽一点 第五点呢就是睫毛 假睫毛 这样听起来感觉好麻烦哦 但是你想要大一点的改变 让眼睛更大呢就是这几步 接下来呢就是腮红 腮红用的是这个颜色 林飞的它一个彩虹盘 腮红盘不是彩虹盘 用这个颜色 然后我们的鼻尖也要带一点 下巴也带一点 就画这个我觉得特别适合画一些小雀斑 当然假如你记忆的话 你可以不用画 但是我觉得画完之后可能会更俏皮 更可爱一点嘛 还是用这种棕色的眼线笔清新的 描记了点 我知道每次画雀斑妆肯定会有人说 我有雀斑你还要画雀斑 但是它就是一种妆容创意嘛 然后高峰部分呢 我还想用La Girl这一款 来叠加在我们的腮红上面 贴在这里 最后就是唇妆部分 准备用的是Q-PREF的这一个颜色 它是一个偏红松的感觉 就想把它涂得出来一点 一点点纹纯的感觉 然后我们再用遮瑕 来投下我们的下嘴唇 就是让它有一种渐变的感觉 嘴巴涂完之后呢 还差一种嘟嘟感觉 用Kiko双头唇有这个透明的沉密 好了我们现在这个可爱的娃娃妆我们就完成了 待会戴上这个熊耳朵 还是给你看一下没戴帽子之前的我 头发好黑啊 我跟你们说戴上这个帽子啊 你的一言一行就会变得极其做作 为什么呢 因为想配合这个萌萌的这个耳罩 你就要摆出一种 这种感觉就是极其的做作 无论我拍照的时候都是最做作的状态 但是没有办法为了整期的节目效果 所以又到了结尾部分 准备接收做作有可爱的我吧 我跟她们一起去做作的 我跟我们一起去开玩的 我们一起去做作用把说的 我是说看它 我跟我们一起去做作用啊 走吧 我跟我们一起去做作用 我们是就在做作用